自体脂肪填充额头,由于它去的自身脂肪,让人很放心,价格相对便宜,加上维持时间比较长,深受邱美者的青睐,但网上也爆出不少抽脂填充额头,结果成了受心工的事故,让邱美者心里坠坠不安,想做自体脂肪填充脂肪,又很担心这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,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? 一,填充过量,不少球美者抱着这样的心理,自体脂肪填充后,部分会被吸收,认为多甜一些更保险一点,要求医生多甜一些,结果脂肪存活率高吸收少,多余的脂肪让额头更饱满,看起来像受心工 二,脂肪填充后肿胀期,脂肪填充后,会有一个肿胀期,在此期间,额头自然会比较肿,所以看起来像受心工一样,但只要小肿恢复后,就会变得自然了,比较明显的肿胀一周左右就没有了,一个月左右的时候相对自然了,三个月左右就基本恢复自然。 自体脂肪封额头对医生的经验和手法要求是很高的,这只要医生正规专业,审美,技术活寡,变成受心工基本不会生的。 不过,自体脂肪填充额头的效果还不错,这是不争的事实,从封额头前后对比照片,我们可以明显看出,额头不饱满的状况不见了,人也精神,年轻了不少。 中国智谷就有天晴饱满,地隔方圆的说法,额头饱满后人看起来更有福气,前创后的额头弧度也很柔美,不会有吐雾的感觉,让你美得很自然。 虽说取的是你自己的脂肪,但也会有一些不良反应。 1.感染 由于求美者自身面部有挫疮,毛囊炎感染的存在旧型手术,或医生在手术中默按无群操作要求,中科导致脂部感染,脂部可出现红肿,热,痛等严性反应。 术后一旦发生感染,求美者听则出现红肿,中则化膿或破坏。 2.如果选择专业的医疗美容机构,并遵循医嘱做好术后护理,感染可控。 2.术区凹凸不平,求美者由于术后护理不当,例如过早的对术区按压,就可能导致术区凹凸不平,尽广大求美者仅遵医嘱。 3.出现贴血,包括乳腺、臀部等需要大容量填充部位,可能由于术中注射不当,导致不放脂肪无法获得组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